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是 舍棄浮躁 人生才能淡定如水 作者宋莫 主事大忌急躁 急躁則先自處不暇 何暇致逝 來自紅衣法師《格言別路》 這是紅衣法師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的 關於戒除浮躁的話 大師認為 一個人在改正缺點和不良習慣時 很容易浮躁 將缺點一條條的列出來 恨不得一下子就全部改正 這樣反而可能失得其反 還不如慢慢來 一次改掉一個壞習慣 這樣效果反而更好些 做事急於求成 恨不能一口吃成個胖子 如果短期內見不到事情的效果 就會半途而廢 不了了之 這就是浮躁的表現 心浮氣躁是很多年輕人的通病 具體表現為 做事情三心二意 淺嘗摺脂 東一廊透西一棒吹 妄想魚和熊掌兼得 這山望著那山高 熊瞎子掰棒子 掰一個扔一個 耐不得寂寞 稍有不順就輕易放棄 急功近利 恨不得一敲掘出一眼井 遇到一點挫折 就會焦躁不安 怨天尤人 這些浮躁的毛病 或輕或重的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 人一浮躁 就會終日處在 煩躁忙碌的狀態中 長期下去就容易變得脾氣暴躁 神經緊張 浮躁還會使我們缺乏幸福感 缺少快樂 太過於計較得失 如果不能夠有效的克服它們 會影響到我們生活的質量 和工作的成就 世上有很多聰明 但浮躁的人 浮躁的人在短時間內 或許可以取得一點成績 但是卻很難成就大業 了凡視訊里有個故事 一個秀才 認為自己的文章寫得不錯 卻沒考中近視 便發牢騷說 考光眼就瞎了 不識貨 一個道士在旁邊聽了 便說 你的文章一定不好 秀才很不服氣 你又沒有看到我的文章 憑什麼說我的文章不好 道士說 看你心浮氣躁的樣子 怎能寫得出好文章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道士一語驚醒了秀才 從此沉下心去讀書 再也不自負了 我聽到一個忙碌了半生的男人 訴說自己的苦悶 眼看著別人房子 車子票子都有了 我辛苦半輩子 什麼都沒有 像我這種年紀又大 又沒有技術的人 一輩子就這樣完了 為什麼過了半輩子 連門手藝都沒學到 我們可以平凡 生活可以平淡 但一個人平凡到 連門手藝都沒學到 是誰的錯 士問 有多少年輕人 輔導到連一門過硬的手藝 都不想學 就想發大財的地步 一個讀了很多年書的研究生 抱怨自己的收入 不及農迷工 這樣的人就是讀到博士 也不會有太高的成就 因為他太浮躁了 不問自己做了什麼事 取得了什麼成就 只一味算計自己的收入 有一位老母親生病的 兩個兒子為了給母親治病 每天都要上山砍柴 賺錢買藥 一位神仙被兄弟二人的孝心感動 便給了他們一個秘方 用四月的麥子 八月的高粱 九月的稻谷 十月的豆子 蠟月的白雪 放在千年泥做成的大缸里 密封清晰四十九天 待計較三遍後 取出汁水麥錢 兄弟倆編照神仙的秘方 各做了一缸 好不容易等到了可以開缸的日子 雞才叫第二遍 哥哥已經等不及了 打開密封的蓋子 看到的是一缸黑臭的污水 弟弟堅持等到雞叫第三遍後 才打開缸蓋 頓時清香扑鼻 原來缸里是又香又醇的酒 這就像我們做事情 做到90% 就急不可耐地求結果 結果可想而知 其實 只要耐心做下去 用不了多久 完成那未完的部分 成功便唾手可及 鮮微鏡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但你知道嗎 鮮微鏡的發明者 只是荷蘭西部一個小鎮上的門櫃 為了打發時間 他試著用水晶石磨放大鏡片 磨一副鏡片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他不斷地嘗試 以提高放大倍數 60年後 他磨出了可以放大300倍的鏡片 人們第一次在鏡片下看見了細菌 他的名字叫列文虎克 當然 作為普通人 你不必像列文虎克那樣 用60年做一件事情 因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們要學會享受當下 這也是不浮躁的一種表現 浮躁的人 往往焦慮於當下的失敗 而忽略了生活的質量和快樂 他們用一些損人利己的手段 去贏得金錢 車子和房子 在追逐名利的過程中 心靈慢慢被塵埃遮蓋 他們不再有淡定的人生 只有更浮躁和不安的靈魂 淡定而不浮躁的人 即使生活賜予她的是苦難與失敗 她也仍然能夠從容面對 泰國商人施利華 是一位擁有億萬資產的富豪 199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她破產了 這時她只說了一句 好啊 又可以從頭帶來了 她從容地走進街頭小販的行列 叫賣三明治 一年後她東山再起 自古以來真正建大功立大業的人 都是心定深安的人 我們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 越是艱難越要有耐心 就像流水那樣遇到阻擋就繞過去 繞不過去便積蓄水量 慢溢過去 能力有限時 如小溪水從從不絕 能力大時便會成江 只有摒棄浮到心態 人生才能淡定如水